一個女人日前確診感染霍亂 屬於本港今年第一宗個案 她的兒子亦都證實確診感染霍亂 兩個人都吃過海鮮 暫時未確定源頭 感染霍亂的54歲女人和她32歲的兒子 曾經吃過在荃灣洋屋街市買的魚、帶子、蟹和蜆 有街坊說會繼續吃海鮮 沒得擔心 自己小心點、煮熟點 暫時未知這對母子在哪個海鮮攤檔買海鮮 又當返說政府曾經派人到街市逐檔抽水檢驗 感染霍亂的母子仍然在馬加烈醫院隔離病房留醫 情況穩定 兩人分別在馬麗醫院的食堂和伊莉莎白醫院食堂工作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 醫院食堂已經採取預防措施 高永文說香港每年都會發現散發性的霍亂病例 只要及早找到源頭相信可以預防霍亂品擴散 本港前年有一宗本地和一宗外地傳入的霍亂個案 上年就有兩宗外地傳入的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 無論在香港或是外地 都要注意衛生和採取預防措施 避免感染霍亂和經食物傳播的疾病 無線電視記者李嘉盈不讀